紅衣女子騎著腳踏車 準備右轉 但後方一部機車 慢慢接近就在這時候 伸出手一抓 搶走女子的皮包 停都沒有停 趕快騎走 飛車搶匪 機車車牌被監視器 派得一清二楚 但一查之下 車主是一名女子 還在監獄服刑 原來搶匪借朋友的機車 到處搶劫偷竊 但別以為警方拿她沒辦法 警察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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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投票交出來 沒有 你先去投票交出來 我真的沒有 你先去投票 一聽到警方大喊 嫌犯都嚇傻了 立刻乖乖蹲在地上 完全不知道警方怎麼找到他 搶一個騎腳踏車的人有沒有 有 你不只搶一騎吧 你又頭騎滾了 怕的 被問到不敢吭聲 不止在機車內 被搜出毒品針筒 嫌犯也帶警方找回搶來的皮包 搶來零錢包嘛 來得多少錢 差不多兩百塊 搶飛以為借來的機車 警方難以追查 沒想到高雄市警局砸大錢 裝設車牌辨識系統 這個車牌去過哪裡 歷史軌跡都看得一清二楚 最先進的這個車牌辨識系統 那發現那個該部 事案的車輛在固定的時間 都會途經我們這個金武路橋 就可以減少我們 那個追查的時間 高雄市府去年砸下 一千八百多萬 加裝車牌辨識系統 測試一年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可以追蹤車牌去到任何地方 接下來小偷搶匪 想做壞的嫌犯 恐怕遇到大可心 記者陳顧民高雄報導